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寒露 古人把寒露当作是天气转凉的指标 夜凉无水 露水凝结成霜 代表着气温下降 下河衰败 知了晋升 正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 寒露时节雨水减少 天气干燥 昼夜温差加大 人体的汗液蒸发较快 因此容易皮肤干燥 口干舌燥 干渴少痰 甚至会出现毛发脱落的现象 不怕说头发没四两 一年掉半斤 所以寒露时节的养生重点是润肺易胃 在饮食方面应该少吃辛辣刺激 熏烤烹调的食物 多吃黑芝麻 帮助头发健康生长 多吃核桃 其中的亚麻油酸可以改善肤质 此外 银耳 白萝卜 百合 被称为是寒露三宝 这三宝再加上蜂蜜和菊花都具有 脂因润造 调整肠胃消化道的功效 至于说在蛋白质的选择上 应该避免太过于燥热的肉类 例如羊肉和牛肉 大家可以改吃鸡肉和猪肉 都是有益健康的温性食材 此时秋蟹肥美 但是蟹类属于良性 不可贪多 如果想要大块朵頤 吃螃蟹的时候可以搭配姜汁 姜泥 或者是蒸煮的时候加入姜片 既可以去除腥味 更重要的是可以中和蟹类的含粮 才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宋朝的王安石曾说 寒露入木 愁一丹 可见此时单薄的衣衫已经不足以预寒了 至于说传统的中医学养生观点 是和四季的运行紧密结合 就是深深下长秋收东藏 因为人体就像是一个小宇宙 小宇宙当然要和外界的大宇宙互相的对应 例如说寒露时节 白天变短 夜晚拉长 随着自然运行的阳气减弱了 而阴气增加 人体的阳气也需要储藏 所以建议大家过时早睡早起 减少体内阳气的耗损 才能不备能量好过冬 过了寒露就是冬 此时由于盛夏刚刚结束 长辈们的智慧结晶是寒从脚底起 所以除了夹衣脖外套还要注意 逐步的保暖 最好是穿上袜子了再出门 所以各种款式的凉鞋可以暂时的树枝高阁了 自古以来寒露时节也是农忙之后的秋收时刻 大家会制作菊花酒以及桂花酿 都是正菊盛产的应景食材 或者是到郊外去赏风 所谓双叶红于二月花 风红如彩霞般的美景 可以让人心情轻松开朗 避免产生秋风秋雨仇煞人 谈笑独作心如岛的悲秋 负面情绪才能够迎来健康好运到 寒露的三个误号分别是 以后红雁来宾 意思是此时红雁在天空中排列成一字形 或者是人字形 列队准备大举难迁 寒露的第二个误号是 雀入大水为格 由于天气转凉了 平日里叽叽喳喳的雀鸟都不见了 海边却突然出现了很多的格力 因为格力的条纹颜色和雀鸟非常相似 所以古人以为这是雀鸟和格力的互相转换 寒露的第三个误号是 菊有黄华 此时菊花盛开 此花开尽更不花 寒露时节气温下降 对于大自然的动物们来说更是敏锐的触动 除了鸟类会列队蓝迁准备避寒过冬 水里的鱼类也明显感觉到太阳的辐射热力不足 深水区的水温逐渐变得冰冷 所以鱼儿们纷纷地游向潜水区 接受阳光的洗礼 这是他们的避寒方式 这也成为垂钓者 以及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好时机